青衣長宏村發生血案 一個29歲的男人被人爆瓶襲擊 頭破血流送院治理 現場留下染血的紙巾和血跡 也有玻璃瓶碎片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探員檢拾證物 又用棉花棒收集血液樣本 事犯星期一凌晨接近1時 現場位於長宏村近停車場襲口 遇襲的男人逃經該處時 被兩個大漢拿著玻璃瓶襲擊 事主走臂不及 頭部被撲中 兇途傷人逃走 途人見狀報警 警方正就事件展開調查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